这天小新在鞋坡上玩滑板 结果不小心重重摔倒在地 当小新起来的时候却失忆了 连自己的名字都想不起来 这时美牙过来带她回家 然而失忆后的小新却称呼为伯母 美牙还以为这是小新伪装的恶作剧 于是将她强行带回家 回到家后 小新不急吴曼先将鞋子给摆整齐 而后看到桌子上的蛋糕 小新并没有吃掉 而是把它放进冰箱 晚上广至下班回来 小新出去迎接并很有礼貌地问候 最后还帮小葵擦口水 此时的她就连广至和美牙都不认识了 变成乖孩子的小新 让美牙和广至觉得很是奇怪 隔天一早 美牙决定带小新来医院看病 在等待就医的时候 小新居然对动感超人图书不感兴趣 而是选择看家庭医学这本书 随后看到美女护士 小新立刻上前搭讪 失去记忆的她这点爱好倒是没有变化 经过CT扫描后 小新的头部毫无症状 医生说这应该是暂时性失忆 过一阵子会自已痊愈 回到家中 美牙撑去看病花了一大笔钱 此时 小新突然想起美牙四方前的存放位置 于是将其全部拿了出来 美牙直接当场崩溃 隔天来到幼稚园 小新逢坚等人在一起 但小新却想不起来 他们曾经玩过的游戏 不过听到妮妮说起半家加酒 心里就会莫名产生一丝恐惧 看着阿呆使出鼻涕神功 小新直夸好厉害 声称从出生到现在第一次看到 这让小伙伴们惊讶不已 远处的小爱偷偷看着失忆的小新 觉得她一点魅力也没有了 此时 松板老师过来询问 小新看到后突然感到无比兴奋 立刻单膝下跪跟松板老师求婚 这举动把小伙伴们给看傻眼了 放学回家的路上 小新路过娜娜子家 顿时觉得心跳加速 认为以前在这里肯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 于是赶紧进去一探究竟 结果 开门的竟是一位大叔 小新被吓得仓皇而逃 黄昏十分小新来到滑坡这里 随后跟美牙广之道别后转身离开 广之追赶之时 不小心被石头绊倒 顺手将小新的裤子脱了下来 小新感到无比羞涩 疯狂跑走 然而小新再一次从斜坡上跌落下去 最终恢复了记忆 看到这一幕 美牙和广之高兴哭了起来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